Hello 又是我 今天帶著這隻 狼琴 狼轉 計時錶 我個人認為 突然又敢上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隻為什麼呢 我個人認為 比起同級對手 好像Hoyer 或者是雷達 Rado Holix 這些同級牌子 我個人認為這隻 是最強的 尤其是如果你在 移手市場可以找到 入手價 如果是漂亮的話 更加划算 這隻就是 Columbu 計時的機芯 Longgine 機芯打磨 比起同級來說 都是值得讚的 我個人認為是漂亮的 之前都有提過 這種機芯改的 Columbu的機芯 精準度 到整個機芯的走時的內應性 我會說Columbu 都不用說 性能各方面 都可以說是王者中的王者 你可以看到這隻 藍色的 這隻 綠齒的 Columbu 我們就知道 就是L688 Longgine 這隻機芯 這隻計時機芯的 手感 玩起來的感覺 手感 回彈的感覺 我個人認為 在這個價位是做得高級的 是很清脆 不會硬手的那隻 比起Tildor Tildor那種 B01 一起Black Link開發的那隻 現在最新的那隻 計時機芯 我個人認為 甚至乎更加更加 那種手感 整隻機芯 六尺 Columbu 高頻 288004Hz 機芯 走時都可以去到 55至60小時 走時穩定 Longgine 用這個機芯 都十幾年了 到現在 而且這個機芯 專為Longgine 這個品牌 調校的 即是生產 這個機芯幾好 Omega 3330 我沒有記錯 這個 Omega 計時機芯 應該也是用 Longgine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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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改 即是有獨特性 手感 確實是不輸 比起更貴的 價位 好像Tech Auer 02 那款 計時機芯 如果手上 Longgine 計時標 是這款機芯 看到這款機芯 真的漂亮 要是優點 實底蓋 看不到 好像 Big Eye Avigation 那款 復古的飛行員 近幾年推出的新款 都是用L888 這款 Column View 可惜 做了實底蓋 看不到 好 我個人認為 我們不談古董 古董 古董 Longgine 計時 神級 即是我們不講古董 我們講現代 Longgine 機芯 我個人認為 這款 計時機芯 L688 即是值得收藏的機芯之一 我手上這款是39mm 後來也有推出過40mm 現在都不會看到有39mm 搭上這款 這麼漂亮的Column View Longgine 這款機芯 現在是值得 讚的 我手上這款 今天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Longgine 計時標就很多了 不過真的不是每一款都在用這款機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